你 又做梦了 做什么梦了 我 你怎么做梦跟吃饭一样 每天必不可少 好 咱还是到医院去瞧瞧吧 别弄出神经病来 你才有神经病 真的 这么大事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有神经病啊 你的心脏 又开始有问题了 不会的 不会的 我给你拿药去 小编 你以为我真的有病啊 你竟有病 Elaine 她尸垂的 北京和她 cmdxb15 小雨啊 你上班路过邱阿姨那儿 把这姜米酒送去 来 在这里我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 感谢北京与您广电来的高级兵器玩意 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内容 那在今天的印度风情栏中呢 我们将继续为朋友们安排其他的内容 今天呢我们为您请辞的嘉宾 是著名的藏书家田涛先生 先含着他 要啊 嗯 一会儿再喝水啊 嗯 你这几天怎么了 老师心脏出毛病 是不是干了什么坏事累着了 我就坦白吧 我爱世界上所有的女人 她们也爱我 可是我呀 哎 算了 你是不是特想要个孩子呀 又来了是不是 跟你说着玩呢 别把什么事都当成真的似的 你真那么想 真那么想 你说咱们这两口子过日子特好 这十年不就是这么过来的吗 要不 你跟别人生个孩子吧 没别人了是不是 我早就知道 你今天早上做的梦 准不是什么好梦 快起吧啊 要上班了 小强 那咱的房子这回就真没戏了 这次肯定没戏了 小雨 你得理解我 局长亲自点名 让我做分房委员会的群众代表 这对我以后啊 肯定有好处的 我本来 行啊 哪怕咱分给咱们一间房子 也有个咱自己的窝啊 要是麻烦你就算了 我看就算了 咱就先将就点吧 得 好 走了 早去早回啊 早晚見 我們上這兒 小曾 軍隊, Mr周 我找你 今天,我想找你獨丹 坐 小心 坐下 您坐 你坐下 我站着就行 坐 你是我们局啊 重点培养的干部对象 这次呢 你进入分房小组 担任群众代表 这可是你同王科长的 一个重要的阶梯啊 希望你要珍惜 局长 我知道您特别气动我 我一定要 一定要坚持原则 照章办事 实事求是 当然 要有必要的灵活 曾强 你怎么在这儿 我跟你说 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我们俩是亲戚 小练 关于你的房子问题 所以就不要跟我磨了 磨也没什么用 这有个组织原则问题 好 那你们聊啊 我走了啊 好 局长 您看唐小丽的房子 要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 一定不能搞特殊话 局长 您放心 放心 放心 颜哥 董事长 有十几个人等着见你的 除了那块地皮的事 谁也不见 那五千万的资金基本上落实了 您得出面招呼一下 您可定个时间 另外 美人备奉厚礼 对了 董事长 小张从海南回来被关局抓起来了 准事没干好事 不理 Kons 实 Like 我给想 您不知 相互 笔 那是平ды 资金平 北 Sophia 刚才我擦桌子的时候把照片上的玻璃弄碎了 滚 滚 底皮的事怎么样了 工厂已经闹开了 人形慌慌的 产量急剧下降 照这样下去肯定倒闭 得想法子让他们停产 这样对我们有利 是 董事长 下去 颜哥 今儿咱们哪吃 这事多 下面叫点饭得了 好 颜哥 好像今儿个精神不太好 我有点累 浑身都不舒服 那个小张可又给你来电话了 死活要见你 哪个小张 就是歌舞团那个 说是保证不再耍小孩子脾气了 我记了 别见 干嘛苦着自己 说计就计 躺得进橘子 看看怎么回事 我是这儿的总经理 十五天前呢 你来过一次 那天是刘副经理接待的你 是 我是来找他的 请坐 他不在 由于呢 您这个案子比较特殊 所以呢 就由我亲自来办理 那您的意思 我的怀疑是对的 不是 您误会了 我说这情况特殊 其一 是因为咱们都姓汪 我跟你同姓 其二呢 是因为咱们俩 都有一个共同追求真实的心态 但是结局不同 我把我的前夫送进监狱了 可是您的丈夫 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 这就是我的调查结果 那 那我错了 依照您的委托呢 我们对您的丈夫增强 进行了全天候的二十四小时的监控 调查结果呢 证明 他除了因为公事 接住了他的老同学 有钱 那他有很多事 他有很多事 他有很多事 请问他 很多事 他不然只会 没问题 有什么事 你哥们俩有一样 我许за 亢奋 一会儿又没精打采的 我就觉得 他们俩之间肯定有点事 加上 我们俩新生活又不太和谐 我有妇科病 很严重 所以您说我怎么能不怀疑呢 咱们俩怎么这么像啊 你现在情况吧 跟我两年前一模一样 我也有严重的妇科病 我也不能生孩子 是吧 对啊 后来我发现我丈夫行为异常 就开始了我的侦破生涯 我动用了我的一切手段 终于把他送进了监狱 一年之后 他从监狱里出来的那一天 就是他再婚的大喜日子 更奇怪的是 他和那个女人也没生孩子 领养了一个孤儿 他那妻子也是不能生育 可是两人过得特幸福 那我觉得 这跟他没关系 他们俩还是有事 真的 你看我调查的结果真是没事 我这个小小的事务所吧 自打开张到现在 已经办理的案子是683起 每件大大小小都有点事 就是您这没事 咱们庆贺吧 你可真是的 盼着有事怎么着 真的没事啊 我是让你侦查我丈夫 又不是让你勾引我丈夫 是你丈夫勾引我 我告诉你这些 是为了让你庆幸的 我丈夫什么样我不知道啊 你别想在我和我丈夫之间闹事 这种人我见多了 怎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我欺负你的丈夫 那你怎么欺负他了 你还是不知道的好 你要是知道了 会增加烦恼的 怎么说话呢 你也别生气 我是跟你闹着玩的 我告诉你啊 我可不是跟你闹着玩的 你躲他远远的 你少招他 当心我抽你 曾强怎么会找了你这么个老婆 没文化 再见 你有文化 你有文化 你抢我丈夫你 我跟你说啊 你再这样 我上法天告你 来路抢劫 我抢你怎么着了 你连我丈夫都抢了 我抢你还能怎么着了 你 好 我现在告诉你 我正正其事地告诉你 我爱你丈夫 我爱你丈夫 这你满意了吧 在此之前 我觉得 我的心里多少对你有点内疚 现在 因为你的行为 我觉得 大可不必 可怜你 再见 好 那这车撞死你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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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你 干什么啊 你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咱们干什么呀 走 走 别跑 别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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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离开了 但是 你也认识了 好 别离开了 就不要连离开了 来来来 来来 看着看着看着 你放开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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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样 你简直是个 不过不过 你又走啦 别来 别来 住手 什么东西 别跑 都给他了 别来 住手 咱们俩有麻烦了 轻则罚款 重则蹲大牢 盖顿大牢的是你 现在咱俩犯的是 破坏社会治安罪 就算要进监狱 也是咱俩一块 就说咱俩是闹着玩的 斗极了 这样的话呢 顶多是 罚点钱什么的 这钱由我来出 你看这样行吗 接着说 说了半天 你老能不信任我 我真的是好人 我是做会计工作的 我从来就没干过 什么坏事 不信你可以查我账吗 你作为中华人民共和额的公民 有义务协助公安机关的 办案工作 是的 我特想帮助 可是我不知道 怎么才能帮助您 因为我不知道您需要提供什么样的帮助 那么如果您想上法庭打官司 我向您推荐 我可以当您的辩护律师 因为这是我的职业 局长 要不是那两个女人在大街上捣乱 那逃犯怎么也抓着了 找不着逃犯 抓了两个女人回来 都给我放了 局长 他来打架 造成交通堵塞 他无意中帮了逃犯 再给你三天时间 这两个女人会不会和逃犯是一伙的 对呀 怎么那么巧呢 查清楚 听解释 行了 这里 看见了 太感谢你了 我们家多年的住房问题 让你给解决了 你大伙儿合计好了 一定请你吃饭 对 你点地儿吧 一定来啊 别别别 别让人家说我腐败 什么腐败都腐败了 就是好同志嘛 真是 小子 来 来 住人找我 我去一下 想个好地方去啊 这次多亏了 主任 您找我 总教 坐 坐吧 你怎么没给唐小丽争房呢 就差你这一票了 局长为什么让你进芬芳小组 不就是让你给唐小丽投票吗 我是故意不投这一票的 那为什么呀 他不够芬芳资格 你怎么就不明白了 局长跟他 他们之间 就是为了这 我才不投呢 妈 你一天都没出门吧 我一天都没出去 小雨也没来电话 妈 咱先吃吧 不得了 不 等小雨回来一块吃 妈 您都咳了好几天了 您的药按时吃了 没事 妈 您说小雨到佛神院去看秋阿姨 也不至于这么长时间吧 她是不是上她妈那儿去了 不会 我听说呀 她现在正跟她妈闹别扭的 我倒觉得你们俩挺别扭的 怎么结婚都十年了也不要个孩子 是不是想你不能生呢 可不能这么说啊 咱是不生啊 要是一生就是三四个 要不不过瘾 有点正事吗 我心里有句话呀 一直想跟你说 可不敢说 你说那小雨是不是还惦你颜峰呢 妈 妈 您想想什么呢 您应该相信我呀 我说不会 绝对不会 女人怪着呢 一日夫妻百日恩 特别是她跟年峰还有过孩子 有的时候夫妻在一块一辈子 也不一定真正了解 你比如我跟你爸爸 大了一辈子 我总把她当冤家 可她死了这么多年 我总想她 我总觉得 我没有真正了解你爸爸 一做梦啊 就和她对话 吵啊 打呀 可行了 就想她 我也要是真正了解她 妈 咱先吃饭吧 咱不等她了好不好 不 等小雨回来一块吃 我求求你们相信我行不行 汪雨 我们现在怀疑你 和一个案子有关 怀疑我 好 我就是因为怀疑才落到这个下场的 我要不是怀疑 我到处调查我丈夫 我这辈子再也不怀疑了我 调查什么 没什么 什么都没有 我就是觉得我这辈子再也不怀疑了 我杀疑了 你是不是 我杀疑好 我杀疑好 要不然小语把你甩了 小强 你怎么能这么跟人说话 是延峰 你刚才撒谎了 你指什么 你和汪语的关系 是的 我和汪语不是姐妹关系 我之所以这么说 是怕以破坏社会治安罪被罚款 你倒挺坦诚 逃犯抓住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马上就去 马上就去 妈 小语 让关机给抓起来了 你看 我马上就去 你刚才什么意思 延峰 小语被公安局抓起来了 延峰 你认不认识 什么认不认识 我马上到 站住 是公安局叫我来的 公安局大着呢 是谁啊 说出名来 公安局打电话让我来接人 叫汪语 刚才已经进去一个了 等着吧 可我是她丈夫啊 汪语有几个丈夫啊 刚才那个也说是她丈夫 等会儿吧 等会儿吧 这这 这不会再有丈夫了 还没下班呢 辛苦了啊 局长 好 严老板 你怎么来了 好 局长 来领人来了 不好意思 给您添麻烦 怎么了 没什么 不搭带点小事 严老板 这三千块钱 照收 什么罚款 怎么这么多 扰拦社会治安 收 该怎么收 就怎么收 这点钱 严老板可不在乎 小刘 这人可是咱们的大恩人 咱们的宿舍楼 严老板可帮了大忙了 来小刘 把人带来 老板 几天没见 怎么又变出一个老婆来啊 朋友 好朋友 局长 这次麻烦你了 哪儿的话 以后有事情 知医生就行了 好 再见 谢谢 不客气 小乔 小雨 小雨 别哭了 走 走 小飙 我送你们俩回家 谢谢您 您付 走吧 来 前几天 您休息一下 您也有个房子 您好 您可以 您好 我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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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您好 请啊 多少钱 三百六 五扎啤酒三百六 这是四百 找我四十 谢谢 慢着 这些啤酒给我打包 记住了 不能洒落 先生 我想请您教教我 这啤酒怎么个打包法 我出个主意 八万块钱 你给钱 我就告诉你怎么给啤酒打包 去去去 留远点小招去 喂 是颜峰 颜峰吗 你在哪儿啊 我回来了 我回来找你来了 你为什么要回来 人家想你呗 没有你我受不了 我在国外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你在哪儿啊 我在跟你买啤酒啊 你说什么 你到底在哪儿啊 喂 喂 来 干什么 智商 这是找您的钱 你真聪明 来 给你一带 你知道嗎 沒有她的日子 我真的無法生活 真的呀你這是 幹嘛呀 你知道 她不在我身邊 我就會胡思亂想 什麼都想 完了 你算是徹底的完了 我想 她現在 讓我幹什麼 我都會同意的 我告訴你呀姐姐 如果一個女人 求著男人 沒戲 你談過沒談過戀愛 你到底懂不懂愛情啊 真的不懂吧 我知道美妙 我看你呀是不妙 我感覺 她好像就在我身邊 對呀 你怎麼回來了 在郭外待著不好嗎 你怎麼回來了 你是說 離開我一天都活不了 那好 咱們結婚吧 行啊 怎麼這都行 那 咱明天就玩 真的 太好了 好了好了 親愛的 好 謝謝 謝謝 要是你們結婚 想讓我當伴娘 我非常願意 這是我最好的朋友 那你們在這幹嘛 我可能該走了 等一下 我还有事情要出去一下 请你在这陪她一会儿 我半个小时多 风 喂 是严先生吗 是我 又怎么了 您母亲现在的病情已经有好转了 您看是不是该接她出院了 是不是又没钱了 明天我送十万块钱去 好 就这样 我还有事 再见 什么儿子 邱教授 来 吃药了 来 吃药了 快吃药了 快吃药了 来 吃药了 再来 来 她的道家 都拿着 在这儿等着他呢 好 睡吧 睡着了他就来了 去吧 快 他说他要来 他说他要来 您好 严先生 他正等着您了 他说他感觉您马上就要回来了 就把我给轰出来了 再见啊 走了 即使我哪儿也没去 一直在等你 你不下来 我也不会上去 您 您这是什么意思 这事没有碰到你 我也不会和他击 大柱 这里边可没我的事啊 是 可我要是说 这事跟你有关 别套词啊 您不会告诉我说 您是一见钟情吧 我可胆小 天生胆小 我天生胆大 就是一见钟情 你站住 孩子 我的孩子 我可找着你了 我都找过你十年了 你是我的亲骨肉啊 我是你妈呀 你干什么你呀 我的孩子咱们快回家吧 我就是你妈呀 我找了你十年了 你不认我不行啊 我不认识你呀 你是我的孩子呀 我不认识你呀 放开我 我不认识你呀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我就是你的妈呀 咱们快回家吧 干什么呀 我找得你好苦啊 你怎么回事啊 我不认识你呀 你怎么不认识我 我是你妈呀 你是我女儿啊 孩子 咱们回家 撒手 我认我不对呀 你放开 你撒手啊你 撒手 大妈 大妈 醒醒 醒醒 别管站着 你过来帮帮我呀 这 这怎么办呢 湛羽 我先吃 再来两个 我一直听着 你得劝劝他 不能老怀疑这样会出事的 我就是老怀疑你爸爸 妈 你就睡吧 我去跟他说说 睡啊 早点睡 待会儿再吃 放那儿吧 吃了吗 待会儿再吃 好 乖乖 早点睡吧 小语 老太太刚才一直在外边听着呢 别再怀疑我了 睡吧 早点睡吧 我背疼 疼啊 疼就不会瞎琢磨了 我就是要琢磨你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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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瞎折腾了 别折腾了 折腾病了 还得上医院 打针吃药 弄不好还得玩玩 等你病好了吧 我就是觉得太委屈你了 你是个好丈夫 知道我好就行了 让你受委屈了 没事 我习惯了 你习惯受委屈了 我不是 我是说咱俩的夫妻生活我习惯了 那你告诉我你想不想 我想 想为什么不呢 我 我是说 那医生不是说等一年以后吗 我都不信他了 一年以后我都等个十个一年了 听话 睡觉吧 好吧 又过了一天了 我离你越来越近了 我真不敢想象 咱们俩到一块的时候 会是个什么情景 我怕你不要我了 家里发生了点小事 我支撑得住 孩子们打打脑闹闹 没事 你让人家侦查跟踪我花了多少钱啊 五千块钱 什么五千块钱 那都够咱们换一个好电视机的钱了 那我觉得值就行了 我心里踏实 咱家还有多少钱 一万六 你可真大方 望雨啊 从明天起我管钱 一再侦查两三次 咱就都白干了 我一直想买一个电脑呢 就一直没敢买 你要是跟那个女的跑了 我要那么多钱 我干什么用啊 没钱就过没钱的日子 我这是感情投资 我觉得 我就是觉得咱俩生活当中缺少激情 我才让人家跟踪你的 你说我们俩没有激情 那延峰呢 我宽容还宽容不过来呢 你干嘛呀 提人家 你提他干嘛呀 是你让他去的 你现在又怪人家 我叫他去的 他自己去的 咱不说了行吗 咱不说这些了 睡觉